近半年来紧凑家轿 也就是10到15万这个级别的轿车市场里面 杀出了一匹黑马 吉利的新锐 远销量都过万 以至于很多后台网友 让我好好讲一下他 还有人大方决词说 13万的车价拿了30万的豪华 对于这句话我先不予置评 所以说特地选了一家上海的吉利的CS店 来看看这车到底怎么样 以及好卖在哪了 新锐目前哪个配置卖得最好 目前卖得最好的是2.0T尊贵型 目前下单的新锐车主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平均年龄的话是25到30岁之间 内凹式的中网造型配合这个前大灯 如果我说在新锐的这张脸上 看到了一丢丢沃尔沃的影子 和我有相同感觉的 请把对它在公平上 4米78的这个车厂 完全是奔着准鼻子去了 朗逸轩逸雷临 跟它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就是一样的钱买到更显大的车 这是一个普世心态 米其林18寸的舒适台 这和奥迪巴马奔取的 很多入门级车型用料是一样的 而这次探店拍到的时空板 最特别的是这个车身颜色 苍穹灰 有没有星辰大海测为时空的感觉 坐进新锐车里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Akentara GP的这个覆盖面积 你必须把那种高级感 掀入为主的 很有能量感觉的这个 极光绿的那个缝像 从门板到方向盘 到这里内饰 中控以及座椅 全部都给贯穿起来 中控面板上这个雷雕的3D设计 包括门板上也有了 会非常有设计感 新锐的车里也是一点点 新车味道都没有的 这个皮质打孔的方向盘 抗群的 CN95的空调滤芯 用的是一个环保的 符合型的材料 这整一套构成的 G-Clean的那个空气净化系统 是不是感觉和沃尔沃的 Cleanzone的清洁座舱 相呼应了呢 新锐是吉利的CMA平台 炸购出来的车型 所以说它的科技感 就不是管购 而是管保 首先这样的一个横屏设计 我对它的好管度 会多过于插一块iPad 这样的竖屏 也确实有研究表明 这样子开车的话 横屏的安全系数 其实是会比竖屏要高的 再来就是这个Bose的 Insta HUD的台铁 以及整车支持的OTA 这整一套的智能生态的 GQUI的系统 我是觉得会把科技时尚豪华 三位一体到这么一台 13万的家教上面去 用量是不是有海底子的 2米8的轴距 以我现在1米66的个子 觉得这个头部空间 和膝部空间怎么样 多提一嘴 这里的地台几乎是属于平整的 其实还挺友好 车座挂的2.0T的四缸机 190马力 300牛米的账面数字 理论上带这么一台 1.5吨的车跑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搭档的是七双离合的 变速箱 至于前迈福迅后 多连感的底盘学家 我就更加不担心了 其实我开过极力的不少车型 从轿车到SUV 整个底盘条的紧致和正点程度 绝对是自主品牌里面 数一数二的了 这么静态的轮一圈 说13万有30万的品格 那也确实是夸张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跟我说 这是一台20万的合资车 我真的信 其实新锐这样子堆料 无非是给合资加较 施加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告诉你10到15万的家照 不再是大众丰田的天下 性价比才是唯一的王大